那今天带大家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我们全场的四方接球 四方接球这个训练是所有的羽毛运动员 不管单打双的都必须要练的一个多球训练的一个训练方法 因为这个第一个呢 它可以让你能够在场上有一个持续启动连贯的一个能力 第二个呢 能够锻炼你不失误的能力 第三个呢 同时它在练打球的手感同时 它也在不断的奔跑 对你的体能又是一个很好的触备 所以呢 这个四方接球在我们专业队的时候 通常这一框球大概是这个的四倍 我们是一框球一组大概是400到500个一组 那今天你们可以根据你们小伙伴自身的能力 去感受一下多少个是一个比较累 然后也可以练到手上不失误的感觉的一个状态 有的人是50个 有的人是80个 你们伙伴之间互相练完之后再定一个数 那我们今天先让我的小伙伴来给你们定个数 那我们就定个30个 那既然30个就不多 所以说我们速度就会偏快一些 那我们来四方接球 核心的逻辑就是不管多累 不管多传就是要保持地中心的移动 因为在球没落地 我们就不能够去放弃任何时候 我们要保持一个战斗姿态 所以我们不管你有多累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好你的打球的感觉 身体都是在战斗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组球并不多 三个一个事物都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在场上我们也可以跟你的小伙伴商量好我们区别目的 我们在很累了之后我们是要干嘛呢 来两个突击吧 就是人家干着我们满地找牙的时候 机会一切出来了 一定要杀完球的时候上去抢网干的 一旦出现了技工 一定要用出身体的最后的力量 去把这个球反败为胜 杀完球我们要干嘛呢 后传技工我们一定要往前跟进 机会很难得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很少见的机会当中 抓住对方漏洞得分 训练呢也是要迎合实战的 好来我们先开始 让他们来练练四方球 结合一点点突击进攻 来开始 这个火箭12的急速板是很好打的 来开始啊 你看打完结又站起来了 就30个球不能站 来再来 接好 接好 你看我发的这个球 相对来说可以给他 没有给他被动 我还可以给他被动一点 还可以给他演杀球 被动反拍 再来给他被动 再来接杀 对可以让他一直保持低的 最后五个 来最后这两个你的机会要来了 最后两个你的机会要来了 机会 好球 失误了八个左右 来换人 所以呢我们做一个教练 你也要懂得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他做的可以 那你就让他累一点 让他很累了之后 你就不能发那么快了 你就可以给他还一花 这个当教练的要把握 如果你问我怎么当教练 我后面会有迟迟付费 我的现代学院 我会有个整套的教学 同时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教练员培训的机构 会让大家报名 同时我还可以给你保证你的分配 你的教练工作 好 控好控好别失误别失误别失误 保持低重心 保持低重心 还在假动作 看我说当还在假动作 来被动 对被动 好球失误了五个了 保持保持 机会 好球 好又被动了 被动别失误 被动不能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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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失误 很好 老赵用的是我们的锤子巴巴 这个球白也是一款深受欢迎的球感 来来来 来做两个 来做两个 机会 机会 这个球看成这样杀死于 我像我今天用的是急速食 你用的啥 他用的是君文之刃 君文之刃 我不用给你们介绍了吧 君文之刃就是我们那个99块的球板 是吧 也卖得很好 我们所有球板都45天无理由推换 所以我说的好好的 这可能是我一片之识 但是呢45天无理由推换的服务 一直都会坚持到底 并且呢 陪伴你们一起成为羽毛高手 这个是我的私人微信 每个人都能成为了好友 期待在朋友圈和各位相遇